本来我以为巴西会晋级四强,想写理查利松的 但没想到克罗地亚又以点球打进的世界杯四强 果然是加实赛之王,点球大师 谈到今年这次克罗地亚国家队的领军人物 那肯定还得是队长莫德里奇 在拉基地奇和曼族基奇这两位上届世界杯的功臣退出国家队后 莫德里奇依旧活跃在国家队的比赛中 虽然已经37岁,但他的经济状态依旧保持得很好 他也是曾经打破了由梅西和西罗垄断了长达10年的金球奖 他也被誉为中场艺术家,外号摩迪的中场大师 今天就让我们来回顾莫德里奇的成长故事 莫德里奇的童年真的非常悲惨 他1985年9月9日出生在前南斯拉夫克罗地亚扎达尔 莫德里奇6岁的时候 克罗地亚政府要脱离南斯拉夫领邦统治 选择独立出来 这导致支持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人非常不满 两个种族之间的战争就开始了 莫德里奇小时候会和祖父一起去打猎 也会一起去放羊 这让他和祖父之间的感情很亲密 但因为爆发内战 他祖父在一天放羊回家的路上 被塞尔维亚武装分子杀害 同村的村民也惨遭屠杀 莫德里奇和他家人就开始了逃亡之路 他家人的房子也在他们逃离之后 被递了一所包围 在六岁这个年龄 本来是享受美好童年的时候 可莫德里奇在这个年龄 却成为了难民 他们一家人住进了 扎达尔附近的难民旅馆 在这个旅馆里 有很多难民家庭都带着许多小孩 这些孩子唯一能在旅馆停车场玩的游戏 就是足球 所以莫德里奇也在那个时候 开始接触了足球这项运动 在1992年的时候 莫德里奇进入了附近的小学 但他每天上学都要提心吊胆 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防空警报就会响起来 在学校的莫德里奇也接受了足球的训练 在训练的过程中 有时会听到炮弹落下的声音 这会中断他的训练 逃到避难所里避难 这样的生活对于那个时候的莫德里奇来说 已经显得很正常 可能这也是让他未来那么坚强的原因吧 他的足球天赋被一位叫巴西奇的足球教练发现 这位教练也住在难民旅馆 他时常看到莫德里奇会带着球绕着旅馆练习 巴西奇觉得这个孩子虽然瘦小 但还有足球天赋 所以带着莫德里奇去斯普利特海杜克足球俱乐部视讯 但俱乐部也觉得莫德里奇太瘦了 不强壮 不想牵下他 巴西奇只能带着莫德里奇先去 萨德尔本地的俱乐部清训营接受训练 在1995年 克罗地亚内战结束 莫德里奇也在那年开始了自己的足球职业生涯 过了五年 16岁的莫德里奇坐上去 萨格勒布这座城市的火车上 因为在教练巴西奇的请求下 他被迪纳摩足球俱乐部签下 巴西奇亲自送莫德里奇坐上火车 这份诗图情谊 莫德里奇一直牢记心中 一直到他成名 也没有忘记巴西奇曾经的帮助 年轻的莫德里奇在迪纳摩青年队效率了一个赛季 俱乐部选择把他租借到波黑联赛的莫斯塔尔兹 林医斯基主球俱乐部 目的是为了锻炼莫德里奇和有更多的比赛经验 波黑超级联赛是欧洲公认最暴力的联赛 莫德里奇可以适应那里的比赛风格吗 在03到04赛季 他会球队上场22场 打进8个进球 虽然时常被对手恶意犯规导致200剧伤 但他坚韧的性格 让他被撞倒后 一次次的站起来比赛 他也当选了波黑超级联赛的足球先生 时间来到04到05赛季 莫德里奇回到克鲁蒂亚联赛 他又被租借到萨格勒布这座城市的另一个球队 萨格勒布英克 他在那个赛季为球队上场了18场 打进3个进球 帮助球队拿到那个赛季的亚军 也当选了克鲁蒂亚年度希望之心 莫德里奇出色的表现 在05-06赛季书记期一满 就马上回到迪纳摩俱乐部 在那个赛季开始 莫德里奇就不再租借到别的俱乐部了 而是一直在迪纳摩俱乐部坐正主力的位置 也签了一份10年的合同 俱乐部签这么长的合同给球员 也是知道莫德里奇一定会被豪门球队买走 他们想从中获得最大的利益 签了大合同的莫德里奇 也没有让球队和球迷失望 在05-08连续三个赛季 帮助球队拿到克罗蒂亚联赛冠军 他也当选了克罗蒂亚足球先生 时间来到08-09赛季 英超经理托特纳姆热赤 花1900万欧元 买走莫德里奇 来到英超的莫德里奇 适应得很慢 赛季初期就遇到伤病的困扰 还被媒体嘲讽身板太弱小 无法立足英超联赛 但经历过不黑那种暴力联赛的莫德里奇 怎么可能被这种场外声音所打倒呢 莫德里奇回应说 这样批评会促使你向人们证明他们是错误的 也许我看来很轻 但我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是一个坚强的人 而且我的身材没有任何问题 虽然在热赤的第一个赛季开局不是很理想 但也帮助球队在各项赛事出场40场 打进5个进球和送出8次主攻 10-11赛季是莫德里奇 开始在英超大方异彩的赛季 帮助热赤打进欧冠正赛 在欧冠小组赛对阵布兰梅的比赛中 攻进一球 帮助球队拿下胜利 6场比赛过后 热赤拿到小组第一出现 随后的16强战胜A星米兰 但在8强面对皇家马德里 残败给对手 没能晋级下越人 在那个赛季结束时 莫德里奇凭借三个进球和两个助攻 外加87.4%的传球准确率 获得热赤对电的最佳球员 在2012年的夏季转回窗口 莫德里奇受到皇家马德里的报价 有句话说得好 打不过就加入 他以3500万物元加盟皇家马德里 来到新球会核心联赛 每个球员适应情况也不一样 有的很快进入状态 有的需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才能适应 莫德里奇属于适应比较慢的球员 加上转会的时间点 他错过了球队的季前训练 也导致美时间和队友磨合 当时黄马中场位置已经有阿龙索和赫迪拉担任 所以只能作为替补 他还被西甲媒体抨击为西甲的最大水货和最差影员 但面对质疑和得不到上场机会 莫德里奇没有抱怨太多 他通过积极的训练来赢得教练的认可 在12-13赛季的欧冠16强 皇家马德里对阵曼里的次回合比赛中 莫德里奇得到上场的机会 并在比赛中打进一脚世界波 和阻止了一次有效的进攻 帮助球队2-1赢下胜利 总比分3-2晋级8强 虽然在那个赛季的欧冠 没有帮助皇家马德里夺得冠军 但莫德里奇慢慢找到在这次球队的节奏 和自己要担任的角色 13-14赛季 皇家马德里迎来了新的主教练 安切洛迪 这位新的教练看到莫德里奇的潜力和优点 他选择让莫德里奇担任首发球员 数据说明了安切洛迪的选择是正确的 在西甲联赛里 莫德里奇的传球准确率高达90% 表现积极四强 在半决赛面对得甲豪门拜仁慕尼黑 莫德里奇也送出漂亮的助攻 帮助球队总比分5-0很少拜仁 时隔12年再次进入欧冠决赛 决赛对手则面对的是同层死地 马德里禁忌 马进在比赛中先取得进球 并靠着顽强的防守到比赛的93分钟 在补食快要结束的时候 皇马获得一个角球 这个角球则由莫德里奇来发 他提出一个有完美弧线的传球 精准找到拉莫斯 拉莫斯投球爆红死角 绝贫对手 把比赛拉进加斯赛 加斯赛的皇马仿佛打了一记强化针 贝尔 马赛洛 西罗分别在110分钟 118分钟和120分钟打进一球 总比分4-1拿下冠军 上演大逆转 莫德里奇也入选欧冠最佳阵容 以及西甲最佳球员 在14-15赛季 莫德里奇受到上面的困扰 缺席很多场比赛 而皇马的成绩在那个赛季也很不理想 并没有拿到冠军 时间来到15-16赛季 阶梯暗期落地的贝尼斯特也没有很好的带领皇家马德里取得好成绩 上任半年就被炒有余 所以请来了皇马民宿齐达内作为主教练 曾经的中场大师作为皇马的新主帅 这会对莫德里奇产生什么影响呢 齐达内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莫德里奇 让莫德里奇更多担任球队的节拍器和连接器 掌控比赛的节奏和进攻防守 那个赛季皇马在西甲联赛排名第二 只输给巴塞罗纳一分 但在欧冠赛场 皇马又一次击败马德里竞技 夺得冠军 这个赛季皇马虽然开举不利 但在新主帅吉他内上任后的后半赛季 有很明显的改善 如果你要问哪个赛季是莫德里奇在皇马的最出色的赛季 那肯定是16-17赛季 这个赛季莫德里奇作为球队独立 帮助皇马拿到4区杯冠军 西甲冠军 欧冠冠军 欧洲超级杯冠军 实现4冠王 自己也获得欧洲联最佳中场 莫德里奇在2018年已经是世界的顶级中场了 克罗蒂亚国家队也委任他作为球队的队长 征战2018年的世界杯 克罗蒂亚和阿根廷在同一个小组 全世界的球迷都以为阿根廷一定会小组第一出现 但这支由莫德里奇、拉基地奇、伴助基奇领先的克罗蒂亚非常强悍 在小组赛对战阿根廷的时候 3-0战胜对手 莫德里奇也恭敬了一球 之后的两场小组赛也取得了胜利 克罗蒂亚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现 克罗蒂亚被称为加时赛之王和顶球大师 就是从这界世界杯开始的 在16强面对丹麦就拖进加时赛和顶球大战 最终也赢得了胜利 在8强面对东道主俄罗斯也拖进点球大战 也获得了胜利 在4强面对强敌英格兰 虽然开局前5分钟就被打进一球 但在莫德里奇不知疲倦的奔跑和主持节奏下 克罗蒂亚好像打不死的小强 在68分钟的时候颁平比分并拖进加时赛 并在加时赛的时候再进一球获得胜利 克罗蒂亚第一次杀进世界杯的决赛 决赛面对强大的法国队 克罗蒂亚依旧非常顽强 即使球队落后于对手 莫德里奇也没有放弃 因为他知道只要不放弃就会有希望 这份精神也感染了克罗蒂亚的每一个球员 他们都非常努力的比赛 虽然结果是克罗蒂亚输掉了 但莫德里奇那份不放弃的精神 让全世界的球迷都感受到了 他在17到18赛季 也帮助黄马获得了三个俱乐部的冠军 这也让他毫无悬念地夺得了金球奖 打破了由梅西和西罗长达10年的垄断 21到22赛季 莫德里奇也帮助黄马在西甲和乌冠都夺得了冠军 多场比赛送出关键传球 看出莫德里奇的状态依旧非常出色 克罗蒂亚国家队也需要一个领军人物 带领鸽子军团征战世界杯 莫德里奇自然成为那一个人 本届世界杯他已经37岁 身边大部分已经不是18年世界杯的队友 但他还是以顽强拼命的姿态帮助球队杀进2022年世界杯四强 不管本次世界杯结果如何 他都已经创造克罗蒂亚在世界杯上的历史 从放牛娃到难民 再到世界顶级球星 他经历让他更懂得如何坚强 更明白不放弃就会带来希望 不知道他是否想过 如果战争不曾发生 他会选择踢球吗 还是在家乡平平淡淡的过着牧养的生活呢 这部影片希望可以让你更了解这位克罗蒂亚队长 黄马冲场 波德里奇 这里是节目节目 如果喜欢这部影片请点赞转发分享 谢谢你们 我们下个人物故事再见 拜拜